粉米斯就是从生长的教学岗位一来 就开始写粉米斯 十几年了 原来有练字的基础 它这个空底栏掌握 在黑板上面那么大的面积 这整体的章法布局需要积累和练习 老人这个实验法通过自己平常的课堂教学 包括这个版书 给孩子一个正确写字的引导 每次写完之后孩子都很称赞 但是打印记老师来了 我感觉这个链字吧 一开始还是感兴趣 一兴趣入手 然后呢 一些一些骨片啊 蓝笔啊 硬币 在过头的这个粉笔 只不过是这个书业工具不同 其实这个结构笔画它都是相通的